这里是idl sports 爱斗体育 畅聊体谈趣事评论赛场风雨 大家好 又是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了 现在啊有一项大赛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就是世界杯 2018年世界杯我们等了四年 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聊有关于世界杯的所有的话题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包 大家好 我是苏志导 大家好 我是陈光 又是我们三个来聊世界杯的话题 但是呢 世界杯呢 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分组已经出来了 名单也出来了 但是今天呢 我们这期话题呢 不聊那些即将登场演出的 到了世界杯之后呢 我们都要像找女朋友一样 要自己找一个主队 对 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找主队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和那些演员没有关系 我们要聊那些要在台下 要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那些人 而且他们不是球迷 那就是那些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那些失忆的队伍 今年世界杯特别怪 好多我们想聊的球队 对 就是平时那些 为他洒热泪 流鲜险那些球队 就是心里在低险那些球队 都没有进入 今年世界杯怎么回事 确实很邪门啊 这个 大家都知道有一支球队 他已经连续应该是60年参加世界杯了 这个话题过 哎 这位嘉宾你有什么要说到的 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我们在呸呸呸呸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也知道这大宝对吧 你看我们背后 他这球衣应该说明他的立场 意大利 谁都没想到 意大利对吧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请意大利贴感球迷 大宝 刚才我说了 咱们就像找女朋友一样 先找一个自己的主队 那如果今年世界杯没什么意外的话 那我找的肯定是意大利队 对吧 这个是出了名出了格的喜欢 那今年正好是今天第一个话题 要聊到的这个球队 意大利 好像他只有两届 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第一届没参加 政治原因没参加 第二个1958年瑞典世界杯没参加 其他都到了 今年不来 是 是不是缺少一点 今天大年三少 缺少一盘鱼啊 对 大家其实看到这个结果都很遗憾 像我其实也不是意大利球迷 但那天凌晨也是客场打瑞典 对你们自己说吧 瑞典镜还是意大利镜比较好 你们自己说 所以球迷纷纷支持意大利 对啊 对 偏偏 你们自己说 哈哈哈哈 实也命也 实也命也 可能这是六十年 在中国 六十年一甲子 是不是怎么要轮到一场 那所以今天的主题 咱们找失忆的球队 也找一个前女友 好不好 我找意大利 那我们再来罗列一下 还有其他没有进的 让咱们有话说 好不好 是 来 今天这颜色 你看我这颜色 大家应该知道 好好说一说哪支球队 你好好说一说 这个意大利队吧 哈哈哈 你也喜欢意大利 没有 这是橙色军团 荷兰 荷兰 荷兰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两次了 历史上也时有发声 大家如果不说世界杯 欧洲杯也是上一届欧洲杯也没进 就别说远了 连续两届大赛都没进 那这一次其实打预选赛的时候 我作为荷兰球迷其实感觉就不是很妙 就自己都颓了 很多比赛们被法国双杀 说一场保加利亚 你说保加利亚 这个确实也不配 但是我想一想 就算是荷兰出来了 荷兰打意大利 万一抽签不是瑞典那一组吗 荷兰打意大利也悬 最后也是咱们俩在这聊 两个烂队吧 对吧 我觉得还不是 我觉得意大利 我这届我其实跟荷兰不一样 荷兰的出局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我不是说不在乎你的立场 就说虽然也很可惜 但是荷兰出球现在就是个低谷 大家有一个预期 也许就出不了了 意大利是我真的完全没想到的 而且意大利让我感觉最奇妙什么 就是意大利每次 就是以那种挨兵之势出战的时候 比如说 现在咱们说实话 意大利好像就 从意大利直接联赛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点那个星光暗淡的 他不算差了 尤文图斯不是挤进欧关 他这个班底 但是就是说 意大利整个年纪好像有点靠后了 但是就是这样 我也没觉得就是意大利会出局 还能顶 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下 可能球员不是最佳状态 也青黄不接可能也有问题 但没有荷兰这么严重 但是关键还是具体关键战役没有打好 有些人说是不是主教练的原因 有可能 但应该也不 不能是百分之百 就因为是文图拉 换一个安切漏地就出现了 不聊荷兰吗 你就不要聊到意大利上了 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们今天大宝 到底你觉得除了主教练 还有什么原因 就 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没有出现的球 对吧 比如说 开玩笑开玩笑 就一个意大利一个荷兰 意大利事情咱们待会儿来聊 这个就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先把立场都表明 对啊 这是荷兰队的球迷 我其实想说的是哪个队 其实可以说的球队很多 你像意大利或者荷兰 我觉得都是大家的首选 其实我不是这两只球队的球迷了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想说个跟我们有点近的 就是新西兰队 不要笑 不要笑 这个是硬掰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半张票 半张票到手了 这半张票 每年我觉得基本上 这半张票都稳稳地抓在新西兰队手里了 但你说这半张票的名额 为什么澳大利亚不要 为什么他非要跑到亚族连去 对这里面其实是有玄机的 它很难呢 对 其实你看似上上前 很难 实际上真的不算上上前 刷一步登天 但就是登不上去 之前大洋州的半张票是跟亚洲怼 对 南美跟北美怼 那他们俩 美洲大美洲不高兴了 那就交叉了 那就交叉了 咱们大洋州去跟美洲去 南美洲去队 对 新西兰打了个 打这个 秘鲁 你别说大秘鲁了 你就 拿北美大 打玻利维亚 我估计也选 风格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以前 新西兰上一次出现 打约旦 新西兰打个 亚洲球队 还得是打亚洲二流 甚至是三流球队 有一拼 有可能能赢 他要打日韩一杀 估计也打 日韩也不会流落到 跟新西兰打 对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新西兰队是个挺可惜的 是个挺可惜的结果 他这个元素得上去 对 对吧 我觉得 为什么今天讨论这个话 也就是因为今天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儿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绕开的 对 虽然说这不是国球 关注度又低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 包括大宝 包括这个输入老 我们平常都在新西兰体球 新西兰整个这个足球的氛围 还是可以的 慢慢来吧 反正也是就像落后 经济落后一样 也落后欧洲发达足球发展国家 也大概十年 但是说到新西兰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国家 叫冰岛 他这个人口比新西兰还少很多 但是连续出席两届大赛 而且是直接出席 还没打一个附加赛 对 冰岛他不一样 这个很奇怪 我去看了一些冰岛的一些报道 他那个球场 比如说冬天踢球 就是我们下雨天不出去踢球 人下雪天地多滑 他冰岛的足球场比中国多 对 我室外的 铲雪来不及 我就室内装 全都是足球场 而且冰岛那个很牛 就是我也是看报道 冰岛的足球场 它有什么特色呢 它不是地热资源非常丰富 对 然后它下雪 大宝说那地滑 我觉得都不算啥 它那估计都盖上了 你根本就没法清理 铲不了 所以他们就弄那种 就是那种空气气囊 对 做那个顶棚 是 然后他用地热 然后加热那个地面 然后保持那个球场里面 还是绿草入 所以他可能是 虽然只有50万人口 但全民都热爱足球 他的报名人数比中国多多了 跟这个新西兰还是有点区别 你也知道新西兰这个足球 其实不是这么热门的项目 对对对 可能有这方面 就比中国还多你想想看 对 我有的时候就想说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看他起那个 咱们叫什么 那个孙反名 Oweiss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上来 现在认输了呗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挺有意思的 足球很神奇 就还有没有出现的很多的国家 智利 智利 还有美国 智利冤大头 美国人是不想去 我觉得这里边有阴谋论 对对 如果光看这个结果 确实觉得有可能 明明上半场都一切顺利 怎么下半场风雨突变 咱们都有一句话 现在发生的全发生了 中国人特别怕一句话 中国球迷 打平就出现 哎呀 心里面可揪心 哎呀 就跟女朋友说 我在外面做头发是一样的 心里面揪了 哎呀那个揪了 打平就出现 特利尼达和多巴克 人家已经不出现了 是 除了美国 还有一个比美国更大的国家 也没出现 虽然只出现过一次 但是大家还是很遗憾 怎么就没出现 差一点点 哎呀 至少差点打附加赛 差那么大 差一点 差一点了 不容易不容易 我们都说差一点 对 国足没有出现真差一点了 不容易 今天我们 咱们 就作为炎黄子孙好吧 咱们有一点自尊 今天不聊国足 我觉得可以 可以 我觉得可以 还是说说这个蓝色球衣吧 这个意大利 为什么被淘汰 我相信除了文托拉以外 还有其他原因 大宝刚才没跟咱们分析分析 你看尤文图斯最近几年 他其实你说年龄到那个层了 那就跟NBA的詹姆斯一样 33岁 还能顶 能打 都不需要二十五六岁 二十五六岁 你看那些 阿拉巴说什么也没进奥地利的 对吧 这不看年龄的话呢 意大利这些人能顶 可以 比如说曼琪尼现在新过来了 把一些阿罗特利亚重新招起来了 他打他不错 而且意大利之前的那个牌呢 其实打的不 我真的找不出具体的原因 我不知道你们看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分析有没有具体的原因 这两场最后附加赛我是看了 主合上打瑞典 最大的问题就是进攻法力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太大了 太暴走了 打三后卫 然后三五二 然后中间两个人 他以前就当年孔帝 还知道放个佩莱 抢高空球 他现在一个一抹比来 一个贝莱 背落地是吧 对 背落地 虽然也不是说那种什么小快灵的 但是确实你跟瑞典的高中高大后卫去抢低一点 这也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如果主教练不是文图拉 换成曼奇尼 换成安切洛蒂 就一定能出现 就同样一套阵容 是不是意大利 这一个年轻一代真的就是那些像什么 像比如说法国 我们都说他这个人才积极 德国也是如此 甚至英格兰 是 有很多后期之旧 那意大利是不是真的就是后期发人 我觉得还行 因为意大利经济 其实我们想到的中场你说才华横一的可能一个巴黎的维拉第 对对 除此之外好像 还是那个还是受伤 对还是一些三十多岁老将的 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也符合这个足球的规律 你看那年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德国队这个 就是德国队在世界杯也好 在欧洲杯就是风声就是打得这么好的这几节之前 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有两届欧洲打得也是很累的 世界杯打踢得很乏味的 就这个时期每一个每个球队都会经历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够用 够用 出个线不至于 但是我反过来还是想说 如果你看真神看那场比赛 你发现反观从瑞典对角度讲 他战术非常得当 对 你说大家说一步大家都知道瑞典头号球星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一步整个球队的平衡会破坏 我不要一步 这就是教练 一个打牌都没有 教练的名字 这个当时我真特别佩服的一个事情 你看而且他当时启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看 瑞典队启用的核心是谁啊 是那个萨尔茨堡红女 不是萨尔茨堡 那个福尔贝里是吧 福斯贝里 对 那个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 就是你能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的自信 极限在这个人的身上 而且对他来说全队没有那种 如果一步在 我觉得肯定大家要围绕一步来打 但是咱们说的是 有的时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盯住你一个点 而且毕竟一步年纪那么大了 而且后面的传闻大面也看得出来 非常坚决 就是从国民到球队到教练非常坚决 虽然外边很多大家是一步的人民 大家都说一步大力应该够得上一个位置 我为了整体的利益 我就是不要你 而且很明显就是福斯贝里 球队年轻化 很有冲击力的这么一个球队 所以聊到现在 意大利不出现 我是不服的 我觉得阵容什么的够用 你要说世界杯32枪 阵容有多好 而且我觉得真沦落不到 打附加赛的人 这个我也确实 但是你说意大利不服 我觉得确实很遗憾 但是荷兰 我觉得我服啊 就荷兰是一直在盯着意大利的那个问题 那真的是轻防不接 就真的没办法 一直到最后一场比赛 腰牢牢进阵球的时候 还是靠罗本盯球 对啊 这都十几年了 罗本的 没有人能暂时 头都被你撸秃了 所以你说他不出现 他怪谁 他怪他自己啊 你知道这个罗本 我也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 正好赶上我周末做一期节目 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就罗本在比赛的时候 我当即宣布对异 并且说了一句话 说玻璃人坚持到了最后 哎呦 当时整个我就 我不是一个荷兰球迷啊 但是我就觉得 真的是这种英雄 你可以用 但是是拜仁慕尼黑这样的用 对 对吧 作为把匕首 对 在肉搏的时候最后抽出来干一下 你是这样 你不能拿枪 你拿一把匕首先上去回 匕首还还断了 对吧 这是荷兰 而且荷兰是 我刚才说了意大利 尤文图斯是一直在欧冠赛场 三年两进决赛 对 那这个是代表着意大利的一个中流抵住了一支球盾 他是一直在走了 那你看荷兰 有 荷兰 何甲联赛咱不不聊了 咱们就说荷兰球员 能顶得上的荷兰球员的一个标志就是拜仁的鲁本了 对 确实是 但这几年也冒出一些新星啊 但是主要还是前场 确实 大家就不知道有个球员叫巴贝尔 嗯 感觉是上个世纪的名字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在巴贝尔在荷兰队 预选赛最后一场比赛中竟然还首发了 对 你就知道缺人缺到什么神 人才凋零 都怎么回事 这荷兰人有可能 就我们经常报新闻 荷兰人太安逸了 他的社会福利太好了 他就可以 他就他就支持别人做part time 你们不用做那个food time 你们做part time 你们就可以我就给你们福利 你们就可以安 就在这样的影响之下 荷兰的这个年轻人 对 他们没有那种劲儿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荷兰队长久以来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管他提的好还是坏 这个内讧问题真的是 三观客 不明白为什么啊 三观客 当然都说是搞笑的吧 但是呢就是每一届比赛 你看从你说从三观客时代开始 一直到后面到一直都是存在 包括戴维斯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 没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很很搞不懂 对他这个跟这个国家这个人种的分布有关 其实比利时也是一样 因为比利时有一半的人都是东欧移民 他一半说荷兰语 然后一半说法语 他们两个球队交流就是荷兰语那一帮人有荷兰语 他就真的不会说法语 荷兰有荷兰人的翻译 对 法语有法语翻译 你看那个两个人还在比赛之前 找英语翻译 扎的不张嘴的 为什么那你放的语言我都不会唱 确实不会啊 他一场训练有三个翻译 荷兰语翻译 法语翻译 中间一个英语翻译 所以他索性找个马丁内斯 应该是个多语言人 手语言没交流没有用 所以荷兰队也是有这样的 你说内讧 你看我们之间自己平时踢球或者干嘛的话 这二傻子嘛 没什么可能聊的 所以说到团结啊 我觉得意大利就更为可惜 大家你们可能还记得一个镜头 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一直落后 然后文图拉想派上德罗西上场 是德罗西不肯去热身 不去热身 说你现在落后 你让我一个后腰上去 这个应系列做的干什么的 我这个话非常清楚 这么团结的球队 球员的版教练 他真的太遗憾了 我觉得啊 而且我真的是表达我这个立场 意大利的阵容够用 像这次世界杯节目 大家很多人都在咱们就是 在冷嘲热讽或者开玩笑对不对 我都接受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不至于 真不至就是一个细节 就是一个教练的细节 咱们就看世界杯32枪 阿根廷看到意大利的后卫线 垂涎欲滴啊 咱们要把意大利这个后卫线 拼到这只阿根廷的前场 无敌对不对 内马尔尼长三条腿都没有 对是对吧 荷兰队真的是清皇不吉 我前几天还真好看就是上街世界杯 荷兰队跟西班牙一组 不知道你们可能也记得一场比赛 是 5比1还是先丢了一个球 结果那时候范佩西斯内德都在 对 还是三千克鼎盛世纪 哇那个速度大 把当时已经看起来 有点老麦的西班牙冲的是七零八路 但是你不能总靠这几个人 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就是如果荷兰队的这个预选赛 他能把 范佩西这种叫上 有可能还能一打 你别叫巴贝尔 今年范佩西 那明年决赛 是不是还是范佩西 那个预选赛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对啊 那时候范佩西有伤 那时候在荷兰 他在土耳其联赛 已经有好几 好几轮没有出场了 对对对 他年纪确实摆在那了 而且你真的不能只靠范佩西 结果范佩西不打 上来还是亨特拉尔 小一岁 确实没人 对没办法 荷兰队等吧 等到下一届的大赛 对其实还是冒出了很多 欧洲杯24支球队 其实我知道 咱们再见 你们说意大利也好 荷兰也好 都不如另外一支南美的球队 可惜 这是八景南美冠军 还有两届冠军 20152016美洲杯冠军 送给球王梅西三亚王的称号 哈哈哈哈 这我没见你 哎呀 这个大宝衣服霜应该也有那位 有桑切斯 有桑切斯 卢本 这个贝尔 贝尔是没办法的 这个威尔是 我们现在这样 就把还剩一些时间 咱们来说一个 诗异世界杯的阵容 好 门将一定给布封 对 作为意大利的这个小将 就是感情牌也得给他 千年老妖 40岁 好吧 意大利干脆把后中后卫来 不不不不不 我建议给阿拉巴留个位置 阿拉巴左后卫 这对了 后卫给荷兰一个范迪克 范迪克 阿拉巴还有机会 奥地利没进没关系 人才25岁怕什么 对 下一季二十九 你别说过四年还是没死 我觉得还是没死 阿拉巴你要知道在奥地利队 他可是顶到后腰去打 奥地利 欧洲飞可以 世界飞有点 对啊 那时候阿拉巴一路是奥地利的 队内的 进球最多的人 你的参照物是不讽 对 是不是还有机会 对对对 有机会上 范迈克也是小年轻 对 有机会下进 荷兰队 那中后卫再给一个 意大利的任何一个都行了 波努奇接你 波努奇接你 就可以上个接你 对 右边来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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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曼联的 瓦伦西 瓦多尔应该进的 没什么区别 谁进都很进 你智力都没进 厄瓜多尔前半城排名第一第二的 后半城没给力 厄瓜多尔不是后半城不给力的问题 这南美人都是神经包 你知道的 我这个我是有点觉得厄瓜多尔是必进的 而且厄瓜多尔是球踢的好看 你看厄瓜多尔之前的在世界杯的表现 或者说在之前的表现 进去炮灰 不去也罢 现在换秘鲁继续当炮灰 后腰 后腰来个智力 比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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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必须的 比达尔而且最后几轮智力队输了受伤了 受伤了 然后中场黄牌黄牌 红牌受伤 中场我再出一个哈姆希克吧 啊 虽然他可能下节世界杯也打不了 哈姆希克也行 但是确实可能是非豪门以外 我认为啊非豪门以外最强的一个中场 嗯嗯 我出个皮亚尼奇 皮亚尼奇 波黑的 哇这个刀啊 这个才叫中场的刀 其实你们说到这个 包括拉姆赛 我在讲拉加个拉姆赛 其实中场就是真是星光写灿 对吧太多了 遗憾啊 边风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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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半个赛季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打替补吧 要不看还有什么球员 前锋 前锋 对了两个边风了 前锋我们这个选择 太多了 奥巴梅扬 非洲人你得给一个 就奥巴梅扬之余 有点像乔治维啊 就利比里亚实在不行 加朋友 一定要给巴罗特利 因为真的 如果巴罗特利那场比赛上了 也就进世界杯了 好